哈喽大家好 刚刚给大家录了一个蛋卷头的教程 想着不要浪费了这个发型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我的运动鞋合提 我知道很多男生就很喜欢收集各种运动鞋 对他们背景就了如指掌 今天如果大家想听一些关于运动鞋的专业知识 真的在我这里一点都听不到 我买东西上来就只看它好不好看 大概率我可能每双鞋也说不了什么干货 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有的鞋而已 就不要有太多期待 我们就开始吧 我刚刚把它们拿出来拍封面 我就发现哇怎么那么多new balance 那我就把另外的两位边外选手先说了 第一双来自Adidas 这款就是有一点点感觉基础款 但我觉得它这个配色就是会跟很多衣服都很搭 款式是比较简约 各种材质的拼接让这个鞋看着也没那么无聊 几乎每一个这个部分的都是不同的质感 穿着率还是挺高的 Vidia也是我几乎每一次穿都会被问的 这双算是一个很有秋冬感的运动鞋 一部分面积是那种麻灰色 有一种毛毡的感觉 鞋带做了一个黑白色 整体拼色也是挺大气的 上脚的感觉就是包裹性很好 之后大家看到的都会是new balance 就跟大家说说型号吧 第一个是327这个系列 这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拼色 但是我真的就是最喜欢这个拼色 它是浅灰加深灰 加上黑色和白色 就是最基础款的颜色 夏天你穿了也不会很闷热的那种运动鞋 自己是有一个这个配色 然后帮我老公买了两双 虽然都是327 它这个N呢就是布的 我那双就是皮的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 这双的配色就是清清爽爽的 那这一双呢就是会感觉更有秋冬感 最后三双就是我最近新买的 那第一双说一下这个女生的款式 它的型号是2002R 整体拼色就是深蓝色拼这种深灰色 加一些银色 这双呢跟327比 你会明显感觉这个是适合秋冬天穿的 327这双呢不管是旁边还是斜舌头这里 都是做的比较薄啊 然后透气的感觉 那这双呢你看它的斜舌头有多厚 斜面这里呢是网眼的 但是它脚后跟这个地方就是包裹的非常的好 这双我买的是38 但其实我穿上去以后我会觉得 如果再让我选我会选39 这双也是一个深蓝色的725 但是它的配色真的太好看太复古了 这两个比呢你就会觉得这双的配色有点太过简单 就是会有一点点无聊 这双的感觉就是这种深灰配深蓝色 加上这种复古的底 最妙的是它用这个大红色 小小面积的去点缀一下 整体就是非常非常的耐看 斜头这里我觉得这个形状也很好看 这双我会一直关注看有没有其他的配色 或者说有女生的尺码 最后一双这个型号有点找不到了 之后找到给大家放在这里 配色就是很简单的不同深浅的灰色 在一起就是好看 那斜头也挺有特色 它是从这里分出了一个白色的像跑道一样的标 然后一直到底 录完了发现这双放在门口 就没有录上 是New Balance的530系列 我买它的时候就觉得这款配色很好看 它这个银色加上绿色 就是有一种复古的未来感 但是呢又不会很冲突 整体上的这个网眼的设计也是 比较适合夏天 就是很透气的感觉 很轻很好走 希望这期视频呢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买鞋的灵感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